易花瘦粉,也称为超音波处理,是一些蜜蜂,例如独居蜜蜂使用的技术。 用于释放或多或少仅仅固定在花药中的花粉。 瘦粉植物的花药通常呈管状,紧一端开口,内部花粉颗粒光滑且紧密附住。 对于西红柿等自花瘦粉植物,紧蜂就足以将花粉从花药孔中抖落并完成瘦粉。 超音波处理是某些蜜蜂,例如独居蜜蜂使用的技术。 用于释放或多或少仅仅固定在花药中的花粉。 瘦粉植物的花药通常呈管状,紧一端开口,内部花粉颗粒光滑且紧密附住。 对于西红柿等自花瘦粉植物,紧蜂就足以将花粉从花药孔中抖落并完成瘦粉。 主要透过局部瘦粉瘦粉的一些花朵的例子包括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个清单并不详尽,还有许多其他花会主要透过局部瘦粉进行瘦粉。 专门进行超音波和嗡嗡声的昆虫的一些例子是蜜蜂,例如独居的蜜蜂,以及专门进行嗡嗡声兽粉的几种昆虫。 例如大黄蜂,木匠蜂,蓝花蜂和切叶蜂。 一花兽粉也称为超音波处理。 是一些蜜蜂,例如独居蜜蜂使用的技术。 用于释放或多或少仅仅固定在花药中的花粉。 瘦粉植物的花药通常呈管状,紧一端开口,内部花粉颗粒光滑且紧密附住。 对于西红柿等自花瘦粉植物, 颈蜂就足以将花粉从花药孔中抖落并完成瘦粉。